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刘团最喜欢刘仲 因为刘仲老是操持农家活样样拿手 刘邦就不一样了 刘邦喜欢闲逛 好酒色 经常惹下许多麻烦 于是刘团经常骂刘邦 说刘邦是个败家子 不如刘仲会持家 那么刘邦称帝后 是如何对待不喜欢自己的父亲呢 公元前2022年2月 刘邦在定逃称帝 建立西汉 当时刘邦封吕制为皇后 刘英为皇太子 又追封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为昭露夫人 唯独他的父亲刘团没有封号 这件事情也被后世之人大为非议 认为刘邦不尊敬自己的父亲 那么刘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按照常理 皇位由父传子 但是刘邦的皇位是自己打下来的 现如今自己做了皇帝 如果立自己的父亲为皇帝 那么朝廷就会出现两个皇帝 这样就乱套了 所以刘邦也是为了避免尴尬 选择了将这件事情暂时搁置 虽然暂时搁置 但是该有的礼节还是有的 到了洛阳 于后见到刘邦便说道 彭月是一个英雄啊 陛下今天将其流放到属地 这是留下后患 不如将其杀了算了 正好我班道上遇到了 干脆一起将其带回来了 刘邦一听 动了杀心 于是吕后命令彭月的涉人状告彭月谋反 在吕后给彭月向廷尉求情 后 廷尉查实了彭月谋反罪证 最后刘邦 无奈地灭了他的九族 汉书记载 西至正 逢吕后从长安东 御至洛阳 道建越 越为吕后气体 自言亡罪 愿处顾昌义 吕后许诺 赵宇居东 至洛阳 吕后言上约 彭月壮世也 惊喜之暑 此字一幻 不如碎珠之 窃井语俱来 于是吕后令其涉人告岳父谋反 挺为奏请 遂已月宗族 刘邦还不解气 下令将彭月人头砍下来悬挂在洛阳闹事 下诏书 敢有替彭月收拾的 立即逮捕 吕后更干脆 将彭月的尸体除以海刑 也就是剁成肉泥 命运快满送到各路诸侯府上 品尝 算起来刘邦只是杀了三个功臣 韩信 彭月 因不 彭月应该是罪冤的 算起来彭月也只是一个合伙人 不过 君不死 孤南安